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否今天开会商讨评 决定成立紧急应急小组 而多市自内水公司也表示 受爆水管事故影响的文宅 工人将首先试图从轮近文宅调水供应 如果该方法不可行 公司会将该文宅列入优先处理名单 事议员称供水系统老旧 以及严寒天气都是造成 频发爆水管事故的原因 安省北部出现麻疹病例 一名不到两岁的幼童 确诊感染病毒 但令卫生官员疑惑的是 该幼童并未到外地旅行 目前当局正在调查病原 该女童生活在埃利奥特湖市 这是自1月底以来 安省发现的第19宗麻疹病例 其他病例分布在大多伦多地区 与尼亚加拉地区 据悉 尼亚加拉地区的病例 与多伦多的麻疹爆发有关 与此同时 灰省的一宗单独麻疹爆发仍在继续 拉努地耶地区卫生局发言人拉米 在电邮中说 该省的麻疹个案继续增加 截至星期二 总共报告26宗 埃利奥特湖市 染病幼童所在的日托中心 还有另外103名儿童 他在确诊麻疹之前 也曾经四次前往当地的医院急诊室 所以当地预料将会出现更多病例 曼省南部一个乡郊社区 今早早有民房发生火警 当地的消防总长证实 有4名儿童死亡 另外3名生还的儿童 目前邮轮居照顾 至于儿童的父母被送往医院 加拿大王家骑警说 现场是位于温尼泊西南面 大约95公里一个小社区附近 地方消防总长说 肖市的两层高农舍 在致愿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已经被大火吞噬 由于现场非常高温 和有大量农衣无出 消防员未能即时进入火场内 满地河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仇恨犯罪 涉及4部汽车 出现红漆喷出的纳税党党徽图案 甚至有子弹和恐吓信 警方根据车身图骂 将事件列为仇恨犯罪 尚未逮捕任何人 最早发现这宗喷漆破坏事件 源自星期一晚上 满地河市内 因点盛武区一栋拍文 响起消防警钟 消防员并未发现任何火警 但察觉车库有些车梁 被人投压和破坏 他们的引擎盖 出现红色纳税党徽噴漆 一辆车的党风玻璃破碎 另外 四部噴上徽号的车 还被放置一封信 警员打开其中一封信 里面有一粒子弹 还有一张字条 警告有人会投报中枪 枪杀美军追击手 被告罪成判终身监禁 美军海炮突击队前追击手 可以被枪杀案枕结 被告谋杀罪成判终身监禁 不可假释 陪审团不接受辩方律师指 被告案发时精神失常的辩护理由 27岁 戴眼镜的被告律师 到法庭厅取材决 陪审团退庭商议约2小时后 裁定他谋杀罪名成立 由于控方没有要求死刑 法官依例判处律师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律师被控在前年2月 枪杀前海炮突击队员海尔 海尔以神准枪法杀敌遇百人 被誉为美军历来最出色的追击手 他的自转被改编成电影 《美国追击手》 获提名角逐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 海尔退役后 协助其他退伍军人 克服心理创伤 他和朋友在德州射击场被枪杀时 就是正在协助幻想创伤后遗症的被告 辩方已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律师 按发时精神室上作辩护理由 但陪审团不接受控方 指律师是受走症及大骂影响精神状况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中一名死者的家人表示 裁决彰显公义 但可以的遗伤没听取判决就离开 法国警察调查至少5架无人机飞越著名地标事件 法国巴黎警方正调查至少5架无人机 先后飞越多个著名地标 包括艾菲尔铁塔等事件 暂时未找到操作无人机的人 法国自上月连串恐习之后 当局加强保安 当地星期二凌晨1点到早上6点钟 警方发现至少5架小型无人机飞过巴黎市中心上空 最先发现的无人机 是在协和广场附近的美国大使馆 之后著名地标艾菲尔铁塔 罗浮宫 巴士底广场 蒙泊纳斯大楼 以及总统府爱丽社工附近的内政部大楼等敏感区域 都先后有无人机飞过 飞行高度在100至300米之间 警方未知是哪个人操作和它的动机 已经展开调查 法国自2012年起 将小型无人机操作纳入规管 一般来说 必须避开人口密集及敏感区域 包括军事大楼及核电站 这种无人机有录影功能 由于较小型 雷达很难侦测到 一旦发现也难以即时制止 恐怖主义分析员希恩 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无人机 监控政府机关 甚至发动炸弹袭击 类似事件并非首次 去年10月 法国曾经有无人机 飞过多个核电站附近区域 美国上月也有无人机 闯入白宫在草坪聚毁 美国特勤局表示 未来计划在华盛顿上空 进行小型无人机演习 涉及范围可能包括白宫 国会大楼及其他敏感地区 英国三名失踪女生 偷渡到敘利亚 英国三名尼加出走少女 相信已经抵达敘利亚 加入伊斯兰国 英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称 有理由相信三名少女 在4-5日前 经土耳其南部的基利斯省 由蛇头协助偷渡到 接让的敘利亚 前往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 这三名15-16岁少女 原本是伦敦一家学校的学生 上星期二 他们乘搭土耳其航空客机 从伦敦前往土耳其 土耳其指英国三日后先通报事件